大家好 我是瓜牛哥 好了 已经三胜噩梦加拉德龙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左阁不行啊 左阁不行 那好像也只有阻力了 朋友们 帅气的无限赛罗请求出战 没有问题 我们刚才的装备 原封不动的还给他啊 这一套装备本来就属于我们的无限赛罗 这是一套闪避防御型装备啊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防御型的 无限赛罗 能否打赢他 好的 第四战 噩梦佐格 不是 不是 说错了 噩梦加拉德龙 无限赛罗出战 好的 这边无限赛罗已经准备就绪 他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赢啊 因为 呃 他这个改版的之后把它削弱了啊 他需要大家的加油 双击屏幕帮瓜牛哥点赞 也是帮无限赛罗点赞 评论区打满66 走起 好的 我们无限赛罗首先出来放一个二级人 闹到他身后 然后丢一个头标 把它定住 然后来一套组合拳 再开个大 行不行 可以啊 没毛病 你这跑得真快 加拉德龙 哎哟 你这个跑的 普通攻击 普通攻击 来 投标 好的 走了啊 给了他一套组合拳 普通攻击组合拳 别过来啊 找你 再来个大啊 朝着他中间的地方开火 不过他也放了一个大 我的天 无敌状态 很可恶 你跟我定住 屁 哇 他跑得真快 没关系啊 问题不大 去中间开大就行了 好的 拜拜 哎哟 赶紧溜 赶紧溜 中间很危险 朋友们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无限赛罗防御力还是挺猛的 要是别人找得凉了啊 刚才那一波扛伤 好 这边是个无敌区域 赶紧走开 来 我们 走出这个区域啊 放黄光这边 走到这边来就好了啊 哇 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激光 哇 恐怖啊 恐怖如是 全部集中在的中间 走 他两个无敌技能都放了啊 现在 但是这里是无敌区域啊 走 带走 拜拜 他被我眩晕了啊 OK 成功带走 那么这一期视频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支持观看 帮忙多多点赞哦 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 拜拜